美国的《涉外情报监视法》出台于水门事件之后,本意是为了防止行政当局滥用权力任意监听,但是2008年增加的702条款允许安全部门无需法院许可即可实施监听监控,此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监听监控的范围,插手别国内政,干预国际事务,这种做法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。 监控的范围越大,朋友圈就越小,美国应当多一些边界感,少一些掌控率。